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翼普通话频道。 最近大陆的金融圈发生了很大动荡。 不只是金融圈,其实有一些国企的高层也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他们的年薪被划了一个上限。 现在最新的上限是不能够超过290万人民币, 就是那些在金融方面很出色的人才。 还有投行,国企的老总等等, 他们的薪金全部都不能够超过290万。 超过的全部要退回差额。 这是中央最新实施的政策, 标志着这些国家的高级金融家, 或者是国企的大老总, 他们的高新年代正式结束。 报道是这么说的, 要实施税前收入不得超过290万人民币的金融业者, 至少有一大堆, 包括中国光大集团、招商局集团、 中国中信等这些国有的金融巨头。 据说现在要设立报酬天花板, 甚至还要求一部分高级的经理退回过去几年多拿了的钱。 总之,任何人超过290万就要吐出来。 就是说你之前是1000万年薪, 那不好意思, 你要退回710万。 如果是赚几亿的那些, 也是照样全部要吐出来。 所以,这回糟糕了。 麻烦大了。 有消息人士在4月份的时候爆料, 说有几个共同基金经理商讨, 建议把报酬上限设在300万人民币左右。 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定有多少金融机构会按照这个建议去做。 中国的金融业总值高达66万亿美元。 有很多高级金融家都享受着优厚的报酬。 即便现在大陆在近年来经济很差, 但是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证券, 所有的高级主管在去年的年薪, 还有总收入都达到了300万人民币以上。 董事长张佑军的年薪更是达到了人民币500万。 报道说, 现在习近平大力推动共同富裕, 而北京一要根据这个政策去制定那些人的薪酬。 北京当局说, 他们把那些报酬丰厚, 生活很奢迷的金融家扣上享乐主义的帽子, 结果被扣了帽子之后就要受到打击。 都知道中共有两个工厂, 一个叫帽子工厂, 一个叫辫子工厂, 就是扣帽子和找小辫子, 专门捉你的痛脚。 现在设定了300万天花板。 中共其实在较早时已经开始了严格控制金融业, 使得银行、 券商等金融家的薪酬大幅削减。 中国至少有130名高级的金融业主管, 在去年遭到了当局的调查和处分。 种种迹象显示, 中国金融业祭出丰厚报酬, 吸引人才的年代已经彻底结束。 现在开始变回以前的党八股。 党棍, 干也36, 不干也是36, 千万别指望可以多劳多得。 现在不流行这一套了。 有知情人士给彭博爆料, 说有很多中国的大金融集团 已经要求高管放弃递增的奖金, 一些共同基金经理甚至被要求退还, 把之前拿多了的那些钱还回来。 而且还有追溯期, 你在大陆做了十年劳总, 一年赚几千万, 现在没有了, 已经爽够了。 其中有几家大国企像招商局, 光大, 中信等全部也都到这个命令。 至于中信集团, 招商局和光大集团, 他们都没有回应彭博的要求和评论。 当然, 这些话怎么说的出口? 你不可以如实说上面压得下来了。 我们也不想, 但是没办法。 现在中共不但对金融机构这样, 就连国有的大银行, 他们的新机构也有最新的反贪腐行动。 这是自2021年的反腐巡查以来, 第一次做出这么大的动作。 据说有很多金融家, 或者是投行的银行家, 纷纷都觉得这个地方越来越不宜久留了。 他们都在想能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你身为国企的老总, 或者是大银行的高层, 想走人可不是那么容易。 他们的签证依赖未必能批得下来。 就算能批得下来, 可能在出境的时候也会被人拦下。 这样子以前在中国赚的钱再多也没有用。 那些钱根本就不是你的。 等你能离开中国在过来。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因为这两年他们的心态转变。 据说中国的共同基金在这一两年当中损失了接近两万亿人民币。 而且越亏越多。 为什么会这样? 作为一个操盘手, 一个投资的高手, 居然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赚得再多也不关你的事。 分红又有上限。 封了顶之后你的积极性当然没有那么大。 你是一下在高盛, 大摩, 得意志, 花旗这些地方这么搞, 给他们的薪酬设个天花板。 帮公司赚多了也没有分钱的份。 这样搞谁还会有积极性。 保证全部人都会变成二流分析员。 做事敷衍了事。 赚倒就赚。 赚不到就算了。 输了就是公价的。 赚多了也不关我的事。 这是对金融业造成的第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什么? 就是会造成人心惶惶。 你现在这样一刀窃下来。 剩下290万。 那你下一步窃下来会不会只剩下90万? 很难说。 因为共产党没有什么事是干不出来的。 一些人没有那么高级的金融业人士已经被大幅减掉薪金。 以前赚一万多。 现在只能赚一千多。 就是要你半卖半送。 甚至要报效祖国。 作为金融人。 所有人都是向前看。 当你赚不到钱的时候就要想一下出路。 那些国企没有选择。 因为他们本身不是党委也是党员。 而那些私人的在接下来也会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你以后烧到我头上怎么办? 国企不给你面子不行。 但是外面那些私人的干嘛要给你面子? 但是你不给面子不行。 当上面压下来的时候。 私营企业才会首当其冲。 现在它首先是对公价下手。 将来也一定会向其他的资本家下手。 现在正在到查税三十年。 我们已经收到消息。 说现在一开始是向那些公价的大企业下手。 但是接下来就会向那些小企业征税。 他们首先是去搞上市公司。 因为上市公司有钱。 但是接下来将会是无孔不入。 人人都要查。 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现在有钱。 连公安也想插一脚。 进来奋一杯羹。 因为连公安现在也没有钱。 有很多地方已经无法准时出粮。 能拖就拖。 这样的情况相信还会持续下去。 都知道金融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制度。 可以让人适应。 或者是知道你的游戏规则。 而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经常改变游戏规则。 经常自己定的规则自己不遵守。 然后会搞很多口号等古灵精怪的东西出来。 实际上这些东西就是使得外资更加没有信心的原因。 一个做金融的地方不可能没有外资。 只是靠你根本生存不了。 但是共产党不是这么想。 它认为人定胜天。 所以即便是有了乡党。 上海。 深圳的交易所。 它自己也要弄了一个北交所出来。 结果当然是没有生意。 北交所一天的成交最只有二十多亿。 而且越来越缩。 根本就没有人去跟它玩。 对于金融行业的大整顿。 除了会让人才大量流失。 人们各个逃亡之外。 投资的成绩也一定会大补如前。 最重要的就是失去了推动力。 我帮你政府赚多少钱也没有用。 帮你的银行赚一千亿也不关我的事。 情愿亏了算了。 这样就会造成一个情况。 就是人们会利用职权上下其手。 我帮你做一件事。 我亏十亿。 我亏了十亿就等于是你赚了十亿。 然后你把赚到的那部分给我分一点。 就好像电影赌侠一样。 你的钱只是我的钱。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情况除了在未来会有大量国有的资产会损失。 会输钱之外。 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外资被你们吓怕了。 你们对自己人。 对国企都要这样搞。 那我们外资赛的前景会有多堪忧。 现在日本据说要征求国会的意见。 要关闭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 因为太危险了。 其实日本政府根本就应该撤侨算了。 试想一下。 从两年前苏州有人穿和服被公安抓起来。 被控寻衅滋事。 到了现在当街去刺杀日本人。 历时只过了两年。 两年就可以达到这么大的变化。 那日本人在中国的生存空间还有多少? 所以我认为不但是要撤走全苏州。 而且应该在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撤走。 让你们感受一下没有日本人的滋味。 你们赚了日本人钱那么久。 也不会去保护一下你们的老板。 据说有整整6000家日本公司在苏州。 这6000家公司不知道养活了多少人。 但是中国就是这样。 专门做了一些杀鸡取卵的事。 现在在表面上好像是在限制他们赚钱。 不让他们赚那么多。 问题是不要以为你限制了就以为你自己能够赚得到。 因为最终他们会帮你败家。 你输的钱远远会不止那一笔钱。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